为了照顾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以及独居老人等弱势族群 新北市社会局在各区公所都成立了食物银行 为的就是要集合各界的爱心 不管是慈善团体、公庙 还是民间企业所捐献的物资 都会纳进各区的食物银行 给急需使用的民众一个援助的功能 而今天淡水的清水盐祖师庙 捐了将近840斤的白米 以及690包的面线 要给淡水区的食物银行 每年我们做事务 都有公版并安雷道发挥 很多先行贷录 都参加并安雷道发挥 所以老来很多物资物品 每年如果没拼回去的这些物品 我们都全部来交给我们淡水 区公所来转返给淡水区来的 这个比较稳定的家庭所需要的人 清水祖师庙是淡水在地最主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里头供奉着蓬莱老祖 而庙方表示祖师庙香火鼎盛 为了响应市府的食物银行政策 把日前庙方所办理法会的物资 捐给食物银行 而对此区公所也非常感谢 所以非常感谢清水祖师一直以来也保佑着淡水 那这次我们清水盐的一些 法会之后的物资捐赠给我们公所 让我们公所有更充分的物资 在一年的开始能够来照顾我们淡水需要照顾的人 代表公所来表达感谢的意识 也希望各位大家我们一起来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起来关心淡水的弱势 让淡水更显得温暖 区公所表示食物银行内 有许多各界社会所捐献的爱心 而目前最主要都是来自庙宇的捐助 而对于祖师庙的三举公所也表示感谢 也希望各界能够多多借由公部门的平台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是团义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